新北市有一名嫁到台湾来的陆吉佩偶 因为和公婆长期相处无目 7月份是夫妻带着9岁和10岁的两个女儿到新店壁台 以拍照为理由诱骗两人下水 姐妹两个人双双不幸溺斃 而检方依杀人罪起诉之后 存案在今天是移送到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 这名妈妈当庭坦诚犯行 哭着说没有想过要让女儿独自死 现在徒留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相当的懊悔 双手上靠步上球车 杀害两个女儿狠心妈妈被依杀人罪起诉 全案已审后法官裁准继续收押 谁那么小为什么那么狠心 中国极简性女子和丈夫结婚11年 育有两个女儿 去年一家四口搬到台湾住在新北市 不过却因为生活习惯与公婆经常发生摩擦 今年7月又和婆婆发生争执后 气不过就连哄带骗刷 要去壁毯拍风景照 叫两人站在水里落水后 小女儿一度自己爬上岸 妈妈松开大女儿的手 又骗小女儿说一起去救姐姐 导致女儿双双溺毙 是不是又骗小孩子要去拍照 停上简性女子说被公婆冷暴力 自己身边又没有亲友能够协助 走在壁毯的木栈道时 突然兴起意念才会想要一起寻死 哭着说当时自己也不知道是如何爬上来的 只知道在水里很痛苦喝很多水 还说那时候已经失去知觉 杀害两名小姐妹不但违反儿少法 还触犯两项杀人罪 合并处罚是要处死刑 无期徒刑或者是20年的有期徒刑 专家提醒万一受到不公平对待 应该要寻求正常管道抒发 被告错误行为不仅断送女儿性命 也粉碎整个幸福家庭 解王景城冠明台北报道